我觉得吧 我们从一开始到在一起 到现在其实都挺不容易的 我们也什么苦日子都过过了 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也希望说 其实我很多时候 也可能真的是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吧 我总是说 就把你当一个公仔一样 想让你怎么样 然后就怎么样的 这也的确是 我一直都是这种思想 但是从刚刚几个老师的说的呢 我发现其实我这个真的也是不对 我也不应该说 总用那种特别大人主义的那种想法 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我就想 我们一起认识那么多年 从小一直长大 在一起 时间到 男生有一句话 我提醒女生记住 他有一点他认错了 你承认你把人当公仔一样摆了 对吧 是 好 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这个舞台 表面上我们是在谈情爱的问题 或者爱情的问题 其实在每一个爱情问题的背后 它或多或少的 都会涉及到社会的点点滴滴 还是那句话吗 推开了这样一扇窗 我们看到的实际是大生活的故事 这一对订婚的情侣 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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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